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下午大家都很正經知道 大埔張邀局的張森文 張大哥 他很遺憾的過世 然後其實我們 非常悲痛 而且憤怒 因為早就預料到說 就是家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跟神明一樣重要的事情 但是不管是苗一縣政府 或甚至是中央政府 他們都完全忽略 就是家對人民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還是強硬的強財 然後在強大之後呢 還是用非常惡劣的態度 在對待他們家的財務 然後還有就是後續的處理 所以直到昨天終於就是把張大哥 都逼得無路可退 然後我覺得人民其實都已經 就是這種無可原被逼到 逼上去的路了 所以就是才會像昨天晚上也有人 他們去中央官邸前面也是一樣 國旗撒名字抗議 然後我們今天晚上也是就是有一些 有些朋友他們 他們歷史趕上台北 然後想要就是對於中央政府 對於這個執政黨 然後來表達憤怒的訴求 所以我們剛剛也準備了一些油漆雞蛋 跟名字 然後就到中央政府 然後中央黨部前面去殺 然後我覺得他們 中央黨部 對就是國民黨 他們應該自己也非常的心虛 因為他們前面有非常多的警察 那這些警察 他們半夜不睡覺不去巡迫 就居然就是守在中央黨部前面 我覺得這是他們做的心虛的表現 那我們想要讓這個中央政府知道 他做了錯的事情一定會受到暴力 柳正宏他把五條人命逼死之後 然後昨天又去強闖那個商家 這個是非常可恥的行為 然後對於這種行徑 國民黨他居然完全沒有琢磨 國民黨他居然完全沒有琢磨 可是國民黨他一味的在護航柳正宏這種行徑 然後去讓柳正宏強闖商家 然後去逼死人命 然後這些警察居然只會坐在這裡 拿著盾牌來對付人民 那我們會一直回來 在國民黨中央黨部這裡用雞蛋 用油漆用名字 一直提醒他們人民還在看 剛剛的情況是怎麼樣 剛剛是有學生來這邊 沒有啊 沒有啊 不然這邊怎麼會有名字 不曉得 不曉得 所以你們到現場的時候已經是這樣子 所以是來不及 什麼來不及我不曉得 你是什麼單位 我是媒體 哪一個媒體 我們是公民行動引印記錄資料庫 公民行動引印記錄資料庫 公民行動引印記錄資料庫 對 所以剛剛來的時候這邊就已經有名字 你去問我們的發言人 在哪邊 在哪邊 他們有在裡面嗎 在我們沒有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我們要問我們先來 我們繼續來講 他們讓人民有多少行動 就會有留神奇我們的生命 我們不會直接對他們使用保力 但是我們會用非常強硬的手段 要求他們會自己來講 那我們一直以來都有 都有非常多供應 我們供應 他們真的是一位 然後又一說行 就是他們抗應 那今天我們來到 原來就會把 就是自發自大集結 昨天也有人在從頭關低 過期 有幾兩次之類 那我們九二九會 就是他們就是權貸會的時候 包圍他們權貸會 會藏在多個紀念館 然後跟全國官同學連線 跟然後尊重線 還有非常多以後 我們會提供自己的成績 我們不要自己這樣扶下 但我們最近的負責責任 我們實在也是希望 能夠讓被負責任 能夠贏重 最終跟我們的家庭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事情 不要再讓這些被迫在裡面 前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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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